每逢提起航空業 大家都會聯想到機師、空中服務員 但其實要成就一趟旅程 地面服務的員工亦都功不可沒 當買不到機票又或者遇上突發的事 需要改期甚至退票等等 客戶服務熱線的員工或者就幫到你 我是Sean 我的Job title是一個 customer contact specialist 主要的工作就是每天接聽 有關世界各地乘客的電話 例如協助我們售賣機票、更改機票 以及一些機票的售客服務 包括可能協助我們退票 或者是一些突發學班上的更改 他們都會牽涉到 每天的工作就是接電話 但Sean就說工作很有滿足感 因為我比較喜歡接觸旅客 有一位顧客他很心急需要回去他的國家 見一見他的太太 因為他快要訓練 但是拿不到機會 他嘗試致電我們環球顧客中心 最後都可以幫他解決問題 所以這方面我覺得給其他的call center 其實會有一種滿足感和樂趣 在得到客戶服務員的協助之後 買到機票開始旅程 旅客第一個接觸到的服務人員就是Dacon 除了幫乘客Check in 原來Dacon的工作還有很多 例如我們會在貴賓室等商務艙乘客 或者馬可貝魯會員服務 另外做了一段時間之後 會去到轉機櫃台 幫轉機的乘客去處理一些問題 接著有很多不同的training 例如可以加入不同的team 例如有flight controller 會負責管理著航班的座位安排 餐飲服務等等 除了多樣化的工作 這份工亦都很大自由度 因為我們的監錶是可以自由地調配的 例如我喜歡上夜或早間 都可以根據自己的preference 去換同事 最大的吸引力就是可以調我們的day off 不知何時就習慣了每個月都調 最多四天的day off 連續就會去一個旅行 不過挑戰亦都不少 例如有些頭凳艙的乘客 鑽石級會員 他們平時每天都會飛 可能我們幫他們 check in 的時候 最重要就是要快 他們不會跟你說很多話 他們趕著入貴賓室休息或者做事 但當我們遇到一些第一次去旅行 或者對乘飛機一些都不熟悉的乘客 小朋友也好 或者第一次乘飛機的乘客 就要花很多耐心的時間 去跟他們解釋整個過程 甚至乎會提供服務 帶他們去到閘口或者接他們下機 這些行為都會給到乘客一種很窩心的感覺